很多人都会觉得娱乐圈的明星将感情看得太过随意,动不动就出轨,分手,离婚之类的,一份能够坚守始终如一的婚姻非常少,不过还是有少数令人羡慕的爱情存在,比如黄磊孙丽,张杰谢娜等。 今天要说的这位演员,感情也是非常令人羡慕,和老公16岁相识,25岁结婚,如今两人恩爱了25年,依旧不离不弃,她就是月丽娜,曾在打狗棍中出演重情重义的那家大小姐那素知,被观众熟知,月丽娜出生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经济师,母亲是会计, 她却从小向往艺术,16岁在河北艺术学校与郭敬宇相识,两人是同班同学,不过月丽娜是那种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,而郭敬宇是一个从没当过主演的差生,却很擅长写剧本,月丽娜被郭敬宇追到之后,两人谈起了恋爱,起初两人一起在话剧团工作, 后来郭敬宇被李小婉赏时带到北京当助手,月丽娜为了老公放弃了在话剧团当主演,陪着老公一起北漂,两人住在只有六平方米的房子,为了赚钱,月丽娜拍戏来者不拒,即使那个角色自己很反感,还偷偷背着老公起早卖产业弹, 两人结婚的时候,没有婚礼,钻戒,房子,只有一本结婚证,郭敬宇对老婆感到愧疚,也一直努力工作,从长剧作到赫赫有名的导演,像刀锋1937铁梨花等都是出自他手,老婆也成为他御用女主角之一,现在夫妻俩一起拍戏,身价也已经高达九位数之上, 不管怎么靠自己努力,获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学习